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温柔类型的 与她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 所以这个豪爽女孩也是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甚至有网友表示苗土比高原人还要美 苗土在24岁那年才算是真正的红起来 因为她出演了冯小刚导演的长篇电视剧《五月会花响》 也是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了飞天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殊荣了 也可以看出苗土在表演的飞机方面特别富有天赋 而苗土也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人 十年前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并不像其他的女演员一样 把自己局限在演艺公司里 而苗土也是作为国内第一位和台湾班底进行合作的女演员 苗土曾经与梁家辉合作拍摄的两线人 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在表演方面十分有明性的她 似乎早早地就预料到了音乐剧的发展的走向 所以她自己撰写了一部音乐剧剧本 名为《天爱》 讲述的是一个女侠如何拯救世界的故事 这个标题也是十分的吸引 已经上映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热恒 而苗土的第一段恋情 男主角则是罗继 两人因合作木柜英挂帅而相识 算得上是因戏生情 之后两人感情也十分的要好 交往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反是因为演员工作的兴致 常常聚少离多 最后也让这段感情渐渐的没落 而苗土的第二段恋情则是富商陈一红 说起陈一红 她的来头可谓是不小 从祖辈开始 老爷就在银行工作 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位飞行员 军官母亲则是军医 妥妥的是跟郑洪苗的军二代 但是也因为她的家世背景 再加上父母的光环 苗土也是十分的喜欢她 陈一红就读于工商管理学院 曾是北京某家知名上市公司的CEO 名下的资产更是远远超过了200亿元 但是之前陈一红有过一段不完美的婚姻 与前妻离婚后的她一直单身 在09年与苗土相遇 第一脸便是一见钟情 之后的感情也是水到渠成 不过二人有着20岁的年龄差距 但是也无法阻断这段感情的结合 苗土并没有将自己的婚姻公布于众 但是两人的感情依旧是十分的好 为了好娇妻的欢心 陈一红更是不惜花600万元 为苗土购入了私人飞机 而苗土则是成为了中国首位 具有飞行驾照的女艺人 由此可见 年龄并不是一件难以跨越鸿沟的事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人生运力也会不断地增加 所以只要是相爱的两个人 可以自己一同打拼 那么年龄将不是问题 小编在这里还是要祝福苗土今后的生活 可以越来越甜蜜 39岁开私人飞机的女艺人 美国高圆圆 皆与60岁老公恩爱如初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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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